4月17日下午 沈阳棋盘山附近突发山火 经过数千名消防指战员一夜扑救 明火一度被扑灭 但随着现场风力加强 部分点位出现复燃 截至4月18日下午17时 经理火场仍在进行中 现场上午人员伤亡报告 起火原因初步查明 系当地村民公众烧荒所致 4月17日下午13时50分左右 沈阳市郊东部的棋盘山风景区附近突发山火 由于当天风力较大 火势迅速由南向北蔓延 现场火光冲天 浓烟滚滚 为应对此次火灾 辽宁省共出动2900余名消防救援力量 3000余公安警力 1500余名武警官兵 365台消防车 5架直升机 6架无人机 500余台救援车辆 参与灭火救援 同时 当地还安全疏散 射火地区群众16690人 经过彻夜的扑救 18日早间60左右 现场明火曾一度被扑灭 但是到80以后 风力有所增强 火场个别点位出现复燃 指挥部积极组织力量全力扑救 并安排灭火力量 持续进行地毯式排查 截至下午17时 清理火场仍在进行中 现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据官方通报 京东安部门侦破 此次火灾的原因已初步查明 系村民张弘历耕种烧荒引发山火 目前该涉事村民已经被控制 案情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辽宁省委省政府 也连夜发出紧急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严格落实森林草原烧荒防火责任 落实现乡村包责任 死堪死守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确保社会大局稳定